最后一个问题 9号 老师你好 我叫汤梦婷 来自江苏南京 今年26岁 男嘉宾你好 就是你说的 守时守性这个问题 如果就是经常性的 不守时呢 这种 那我就会考虑考虑 这个是我想找的女朋友吗 好的 谢谢 那个男嘉宾 我对你有一点点可惜 这个女生在表达的过程中 如果你再多一步说 请问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就是我不会去判断 她的对和错 我想听到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她一直给我留灯到现在 还愿意问我最后一个问题 首先还是对你是有好感的 当然我觉得 所有的恋爱过程中 就是我们都希望 对方是一个更有耐心的人 其实你今天倒是你非常优秀 你坚韧 专注 执着 我觉得这些评价 你也日常生活中 应该屡屡都会听到 但是我跟黄老师 包括刚才飞哥我们一起 可能会感受到 你的身上有一种 强烈内在的紧张感 有人问你说怎么办 那我老迟到怎么办 你就觉得 到了悬崖边 到了绝境 我进一步 我为你屈服 我退一步 我尊严粉身碎骨 你所有的都在黑与白 对与错 当中紧张地拉扯着 对啊 你想一个女生 要是永远迟到 她怎么会 守时地出现在这儿呢 就她只是跟你撒娇而已 其实你刚才坚定地看着她 然后你刚才说 我相信你不会的 对啊 不一定要你放弃 你的基本原则 但是其实生活 是有很多价值综合构成的 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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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